明天就是520就職典禮 不过在昨天预演 其中民主进行曲的表演时 是彩排工作人员 拿着社运抗议的标语游行 引来了社运团体不满 认为民进党根本就是在消费他们 今天新政府是急转弯 取消了表演桥段赶紧来面糊 人民抗争 人民抗争 不是军阵家电话 不是军阵家电话 新政府都还没进到 总统府社运团体抗议声 已经充斥开刀 人民的抗争不是道具 人民的血泪不是表演 未来执政的态度 是谦卑 谦卑 再谦卑 可是今天这样的行为 我们看到的是狂妄 再狂妄 就职典禮预演上 表演者拿出许多抗议标语 社运人士气炸了 认为民进党的承诺都还没兑现 就先消费他们 他们想的是 你看就是这些人民的抗争 促成了我们的执政 还是他会觉得心里会觉得 担心会觉得紧张 下面这个诉求 我们好像还没有办法回应 有关民主改革这些意向的 呈现表演继续保留 但是关于社会议题这个部分 我们就做了一个修正 也就是说这里面就不再出现 急转弯取消社运桥段 外界印象 民进党总是和社运活动站在一块 如今萤火上升 还没上台就先惹毛过去占有 有点TV另外是朱祁瑜台北报导 我会认为是朱祁瑜台北报导 也就是朱祁瑜台北报导